说到飞行汽车 可能大家都会想到前不久 在Renovar车站上 亮相的来自荷兰的全球首款量产飞行汽车 但其实 我国自主品牌吉利汽车 早在去年就宣称 要在今年发布飞行汽车 提到吉利 大家都会说 吉利前几年的发展是要上天 的确 自吉上演蛇吞象收购沃尔沃后 又于近年收购英国跑车品牌 路特斯 自家品牌也是自博瑞开始 无论外星还是内饰 都拥有了自己的设计语言 去年吉利又收购了 美国国国的Tirafik 飞行汽车公司 而吉利的掌舵人李舒福也宣称 要在今年发布飞行汽车 说起Tirafik公司 这是一家有五个麻省理工大学毕业生 于2006年创办的公司 到现在已经有着近12年的发展历程 该公司已经有面试的飞行汽车产品 名为Trasation 这是一款采用折叠记忆的飞行汽车 在陆地上最高时速 每小时160千米 最大飞行高度为3000米 续航640公里 虽然这款飞行汽车 只能乘坐两人 但是安全配置同样丰富 如安全气囊等 而等到吉利发布新产品的飞行汽车时 各项指标肯定会优于该款车型 甚至会是目前的概念产品 垂直升降的方式 实现飞行与陆地 寻使剑的切换 而不需要跑道来助跑与降落 再加上吉利 沃尔沃等原有汽车技术 肯定会使新产品更加符合市场 更加适合量产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迎接飞行时代的到来